没有接触过韩文的人 对韩文的印象大多是全人叉叉或是蝌蚪文 而韩文其实是一套非常优秀的文字 简单易学好上手 被当代的语言学家称赞 非常具有科学与逻辑性 不过在韩文发明以前 朝鲜半岛用了上千人的汉字 韩文怎么被发明的 而且在20世纪前 汉字在朝鲜人是主流 韩文之被认为是出属了文字 是什么原因让韩国人抛弃了传统的汉字 敢用韩文呢 那么故事得从汉字讲起 朝鲜半岛虽然讲的是朝鲜语 但很长的一段时间 朝鲜语是没有文字的 反观隔壁的老大哥中国 很早就有自己的文字汉字 在秦始皇统一文字后 接着汉唐的国力强盛 汉字逐渐扩展到了周边国家 这些国家采用汉字的读本 甚至引进科举制度 形成了汉字文化圈 当然朝鲜也在这个圈内 汉字是什么时候传入朝鲜半岛的 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不过由于朝鲜距离中原近 又是陆地相连 四周围几个国家中最早接触汉字的 西元前一世纪左右 朝鲜还处在三国争霸时期 汉字就与佛教一同传入 另一种说法是汉武帝征服朝鲜后 设立了四个郡 中国过去的官员与商人 也就顺便把汉字带过去了 不过只有在天龙人阶级中使用 拼命并不普及 而到了西元三世纪 住在鸭鲁江南北一带的高沟丽人 赶走在朝鲜的汉人 结束了中国的直接统治 朝鲜半岛形成了高沟丽 百姬与新罗的三国时期 朝鲜半岛的三国时期 一直持续到了唐朝 忽然在唐朝的帮助下 新罗灭了另外两国 统一了朝鲜半岛 此后新罗更积极地模仿了老大哥 这一个时候的佛教在新罗相当说要欢迎 传播佛教总需要佛经吧 因此越来越多人研读汉字 不过也仅限于僧侣阶级 之后的高丽王朝 为了避免氏足垄断 进一步引进科举制 而科举的教科书 像是四书五经 史记汉书等中国经典 成为了朝鲜官员的必修课程 汉字的正统地位也就稳固了起来 不过汉字是一种特殊的书面用语 使用的是文言文 连汉人日常沟通都不会讲了 更不用说日本人与韩国人了 也因为和朝鲜语的差异很大 导致识字率很低 汉字在朝鲜并不普及 而且无法充分表迹 朝鲜语的语音或是语法 使用上相当的不方便 咱们的汉语和粤语 都是SVU型的孤立语 持续的顺序是主词加动词加授词 例如我吃了橘子 不过汉语和日语 结尾SOV的交着语 会把动词放在句尾 也就是主词加授词加动词 像是日语中的我吃了橘子 是把动词放在句尾 因此古朝鲜语和汉语 文法完全不同 硬是要使用汉字 就是给自己添麻烦 所以朝鲜人开始尝试 把汉字当成表音或表意的符号 就出现了香杂与利读 香杂主要拿来记录当时的民间歌谣 流传至今仅25首 例如我随便找了一句新罗时代的歌谣 这一个字面上的每个字我都看得懂 但就是不懂意思 因为这个是直接音译古朝鲜语 如果翻成中文的话 是在庆周明亮的月色下 一直游到深夜 而相对于香杂用来记录歌谣 利读就比较正式 适用于官方的文书 用来记录人民地名 以及学习汉字的辅助工具 一直使用到19世纪末 不过不论是香杂还是利读 都无法用原本汉字文言文的读法来解读 因此朝鲜半岛虽然有文字 却不能跟本地的语言融合 形成了文言分离的尴尬局面 导致很多评民都是文盲 到了西元1443年 李四朝鲜的世宗召集学者 想要创造一套新的文字 这一个世宗是朝鲜历史上最出色的君主 他文韬武略才华洋溢 在位的32年间 是朝鲜国力最强盛的时候 因此被称为世宗大王 为了研究属于自己的文字 世宗派人出国深造 多次前往辽东山东 积极学习文字的音韵 并参考了汉字 繁文蒙古文的相关知识 只有搞出一套非常优秀的文字 称为艳文 简单来说这套文字的系统 包含了28个字母 以我分为子音和母音 每个单字由一个子音和母音完成 两个字的位置又可以变化 以后是产生多种读音 也便于扩充智慧 理论上可以组合成11,172个字 不过常用的字约为2,350个 这一个艳文用了很少的音节 就能表达一套完整复杂的语系 此外艳文不仅是全因素文字 还是一种特征文字 意思是一种文字的字母 不仅代表是一个因素 字型还携带了这个因素的发音特点或是方式 特征文字非常的先进 大多是由近代的语言学家发明 如肖伯纳字母 魔戒中的坚定文 魔戒的作者托尔金 其实就是语言学家 在自然语言中有特征文字的 也就只有艳文与加拿大的原著名文字 而后子也是在1840年 由现代的语言学家所改造的 特征文字体现在艳文上 第一个是字型都像是模仿发音器官的动作 比鲁纳是舌头在口腔中会往上顶的形状 咖则是舌根底在软二的样子 看起来很厉害 不过语言文中最关键的是 韩文的三音是松茵、锦茵、宋七音 三组都是对立的 每一个字母的组成方式都有共同的逻辑 锦茵就会将松茵字母双写 表示紧紧的 而宋七音就会在松茵上加上一横 表示松松的 这一种表示法都做到提示发音的作用 可说是非常的高明 不止如此 英文的评写方式也很先进 能够分辨每个音节中 全部的最小可分单位 并且能够把不同位置的同一个音数 识别为相同的音 例如能够分辨出Nan这个音节 开头与末尾都是同一个音 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很简单 以音韵学来说 同时期的中国还在采似乎来分析音节 原因和韵尾的分离 还得等到清末 船上教室带来的配音方案才解决 而东亚的其他地区的文字 日本的甲名是汉字演变而来的音节文字 越南的南字 是仿造汉字的语速文字 还比汉字还复杂 而英文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文字 是由四东大王与他的小伙伴独立发明的 在15 世纪的朝鲜半岛 地区没有现代语言学基础的人 也没有东西可以抄 竟然穿造出了内建发音资讯的全新数字母 以及简洁科学的评写规则 艳文就像是现代的语言学家 穿越过去所发明的 艳文问世后 原本用汉字不能清楚表达的语句 都可以用艳语清楚表达 而且由于规则简单 即使是看不懂字的朝鲜人 也能在一天基本学会 而此中四东又进行了三年的试验 将原本汉字的著作翻译成朝鲜文 并在1446年颁布了《训民正英》 意思就是教导老百姓学习正确的字音 然而朝鲜贵族已经用了上千人的汉字 并解释中国老大哥的疯狂粉丝 贵族们担心用艳文会被中国嘲笑 会被当成胡黑黑 因此受到贵族阶级的反对 而世中也怕得罪贵族 强调艳文只是汉字的辅助工具 虽然世中有意推行艳文 可惜颁布《训民正英》四年后就去世了 世中去世后 艳三军在位期间 因为有人用艳文写文章讽刺他 因此下定禁止使用艳文 并分毁了大量的艳文书籍 由于懂汉字的贵族瞧不起艳文 将艳文当作出出了文字 因此有志于公民的朝鲜人 都不屑学习艳文 而是继续使用汉字 此后的几百年 艳文主要在妇女生女间流通 因此又被称为女叔或神子 艳文要取代汉字 得到19世纪末20世纪出了 随着西游国家殖民主义入侵 与日本帝国主义逐渐形成 朝鲜王朝在19世纪中期 面临空前的亡国危机 1910年日韩合并 大韩帝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使得朝鲜人的国家人同感激增 民族意识强烈提升 1945年二战结束 朝鲜半岛于1948年 分别成立大韩民国与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 南北韩分别独立后 立即废除日文 改用民族语言 总算给了艳文出头天的机会 艳文终于脱离了低等文字 为了有利国民教育展现了民族自尊 北韩于1949年废除汉字 完全使用艳文 南韩对于是否保存汉字 则始终存在争议 但可以肯定的是 汉字在韩国的比例与地位 都已明显下降 现在日常中 基本上看不到汉字 不过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也如前面所讲的 辽英文字对于同英字 有表达不清楚的缺点 因此韩国的人民都会标注汉字 还有研究韩国的历史 也必须先熟读汉字 汉字会四维 除了民族意识外 另一点很大的原因 是中国国力下降 如同现在美国是世界强国 我们都要学习英语 而从汉朝开始 中国成为东亚的扛霸子 汉字也变成了国际语言 像是被周边国家欺负了 邀中国主持公道 就得用汉字来写求求信吧 而在传统上 朝鲜是中国的凡属国 朝鲜需要老大哥的保护 因此多次向中文王朝进贡女子 希望利用婚姻的关系 来巩固双方的友谊 这个称为贡女 从元朝开始 大量的朝鲜籍女子交往中国 甚至元顺利的皇后就是朝鲜人 根据记载颜值非常的娇艳且皮肤白皙 元朝面王后 明清继续采取这样的核心策略 主持人帐的装飞也是朝鲜人 还剩下两位皇子 之后的明城主 根据对朝鲜女子情有独钟 后供一大堆朝鲜贡女 权妃、任顺妃、李昭怡 吕杰宇与吹美人等 都是高丽的妃子 甚至有研究认为 明城主的生母有可能是朝鲜人 后来的仁宗、炫宗也是如此 玄宗可是娶了八个朝鲜女子当嫔妃呢 明城皇室这么喜欢朝鲜女子 除了政治上的考量外 另一点就是朝鲜美女多了 前天上的朝鲜人普遍偏白 皮肤底子好 可能与当地水土偏寒有关 后天来说 护肤和打扮更是成为美女的第一条件 俗话说人要一妆、佛要精妆 今天的韩国人也非常注重打扮 韩国美妆蜂蜜全球 首我结帐都是美女并不夸张 那么古代的朝鲜宫廷 皇室有怎么保养的啊 才能养出这么多美女呢 来自韩国宫廷秘存的顶级保养品牌后 重现了这个美丽的秘密 适合东方人的韩系保养品 让现代人也可以拥有皇后级别的盛世美颜 后结合了东方神秘之美与现代科学 以纯韩方的植物成分透过提炼 以东方医学普适的概念注入肌肤保养当中 使用山柱与当归鹿龙、百里香薯等韩方配方调制 可提升肌肤的活力与弹性 让肌肤由内而外的更加紧实透亮 这次后推出的密帖循环精华 包装以紧服工的香远亭为设计灵感 把包装品与艺术融为一体 保养的同时也可以很高雅 可而是送妈妈与老婆女友的超安全礼物哦 還有最後去白色来亲自见证 首先后这个密帖循环精华香远亭战送版的礼盒 包装非常的精美 对我们不懂包装品的男生来说 这个送你很有面子 不过后是国际级的大品牌 就是这个白色工作专卫一楼的女生收到的话 一定会说哇你怎么送这个 这个觉得是个行家 那除了这个密帖循环精华外 这个还有洗盐乳液化妆水 还有这个小唇露 那这个小唇露我等下就不试用了 是个完整的保养礼盒 那咱们就开始使用了 那我皮肤是这个脸颊两侧比较泛红 包装比较大看看一下 对啊 那我们来使用五天看看 那保养的步骤就是先洗盐 就是先这个洗盐 然后用这个密帖循环精华 再用化妆水与乳液 那洗盐就是要趁那个刚洗完的时候使用 趁这个水分还没流失 加强保湿能力 那我刚才洗澡的时候已经这个洗过了 其实这个洗盐就蛮厉害的 洗完之后皮肤就很光滑 但重头洗还是后面 就这一瓶蜜甜循环精华 那我们开始使用 我这个手上比较专业 我看那个YouTube都这样用 蛮浓稠的你知道 像是这个太肥糖 味道很好闻 而且很像蛮好吸收的 一家剩入皮肤里面的 据说啊 短时间就有效果 那其实我也不太懂这个 总之呢 我使用五天后啊 我们再来看看 你们再看看我的皮肤 有没有差别 好今天第五天我们来验受一下 可以看得出来的皮肤很明显的变好 脸看起来超亮 好像整个被打通一样 也改善了泛红 确实很适合这个短时间内啊 临时抱口角使用 例如这五天后我们要拍婚纱 那这种厚的蜜铁循环进化理合吧 可以让我们马上进入最佳状态 那现在长时间啊 再配戴口罩加上这个空气污染严重 適时的保养妈妈皮肤也不错 那想要保养皮肤的 或是这个不知道送妈妈 送老婆送女友什么礼物的 这组厚的蜜铁循环进化理合 真的很不错 还有啊 这是湘云亭赞颂版 是限量的 要买所想要快哦 掰掰